外送平台广邀名人代言 号称应该都买得到 如今要外送伙伴做到的事再加一 推出新功能 让他们可以身兼减货人员 赚额外收入 平台高层透露 新设计不只利用机器学习模型 找出顾客所需的生鲜杂货商品 还能让外送员化身 门市减货人员透过手机APP 跟顾客及时沟通缺货商品 在减货人员完成订单前 顾客可以新增或是减少购物车里的商品 而外送员的手机APP 会显示商品在哪个通道 哪个货架 还可以扫描商品条码比对 如果有商品缺货 也能由AI推荐替代产品 根据了解 新设计将从纽澳市场做起 日本规划7月上线 至于台湾是否开放 则正在评估中 第一线外送员虽然乐见 有新管道赚钱 但也担心实际需求和后续福利 相对来讲的一个困难度 因为在台湾很多的大卖场 我们的分布蛮密集的 可能会担心说 有没有可能像是我们外送员正常 一般基本上工作来讲 有跑才有钱 有没有可能说 我到时候有简单的我才有钱 那其他的时间可能是不换经济 根据平台上一季数据显示 购买生鲜杂货占比只有14% 如今出新周 不只想靠购物体验西客 也希望能协助疏解零售产业链 缺攻问题 华世新闻草温生秋冗姓 台北采访报道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